好!萬歲!Bandai 萬歲! 我等這個功能很久了 現在我要守護我的銀爆 我不會亂來的 對不起,我不會和你一起守護 大家好,歡迎來到大清中的燈酒 今天我們來玩更新的CM 這條影片出遲了 昨天其實有個更新 就關於1.4的優化公告 我們今天只要再看一個優化公告 以及有什麼新的活動機體 讓大家知道 首先,第一樣就是有個星期任務 星期任務這次多了這個每日券 每日券在哪裡拿呢? 我們可以按回活動 活動其實有一個叫做 打一次活動任務 就會送一張每日券給大家 新入獎就會送每日券 每日券有什麼用呢? 就是我們打回星期任務 我們隨便打其中一關 就會看到有個每日券 就是消耗這個每日券 我們現在試試打一場 先看看 大家看到 她的EN是不會消耗的 只是消耗每日券的數量 這就是所謂的多了的新關卡 這個星期任務 這個星期任務 升旗任務 這個星期任務 當然了 這個難度就不會太難了 大家可以看到 是分之輕鬆 那送的東西就不要太多招求 可以去那些小型的小型的小型的小型幅度 我的技能都要有多多的小型幅度 就是最大的小型幅度 就像他的小型幅度 所以我可以去那些小型幅度 是一等小型幅度 我可以去那些小型幅度 每天券都沒什麼特別的 我們看看第二件事 就是擴張自定顏色 可以使用箱子擴張券或者黑漏證券 最多擴張到32 我們可以看看這個箱城 有一個擴張箱子 第三行擴張自定顏色 現在收納在3個位置 最多可以購買29次 如果要擴張一次就要用5張券 如果正常擴張零件相似 只是用1張券 但是擴張顏色是要5張券 這個比較特別的 我們可以看看這個位置 顏色塗裝 自定 大家看到自定顏色 1 2 3 只有3個欄位 如果大家想再製造一個自定顏色 就要透過剛剛擴張自定顏色欄 這個就純粹是給 砌色的玩家多個難度選擇 一按這個加好就會回到剛剛的位置 如果你說我用5張的擴張券 我覺得不值 我寧願將它擴張零件會更加實際 還有道具 好 第三樣 好有扭蛋 我今次的好有扭蛋 都有點不同 分別就是介面 大家看到介面有不同 還有如果我們把零件 去第二頁 之前是要拌時間的 現在它的錄影畫面是快了 之前按一鍵都要等一兩秒 現在不用 這是一個 應該一早維修的缺陷 我們看看提供比例 提供比例裡面也有點不同 多了優惠券 覺醒回路碎片 覺醒回路藍色 還有阿爾提密斯高達 其他那些一星鍵已經幫大家 變成廢物 不用大家那麼無聊 把那些一星鍵全部拿去買 是一個 又是很久要做的東西 現在才做回 大家可以利用這個 10連抽 抽一抽 看看有什麼特別 如果有這個藍色的覺醒回路 我覺得都非常之不錯 因為藍色的覺醒回路 都是很缺的 好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 就是這個雙城 金幣雙城 金幣雙城有些東西多了 第一個就是四星交換券 的碎片 覺醒回路碎片 還有強化的配件 轉換齒輪碎片等等 因為這次抽不中 我們買了其中一串 試試用HELLO晶片 看看能否刷到給大家看 50個 50個都很不值 剛剛一說 曹操就到了 有一個藍色的覺醒回路 他的更新時間都一樣 每一個小時都會更新一次 大家可以 一行按一按 好 好 今次刷到了 有一個強化的道具 覺醒回路 覺醒回路碎片 我不再用HELLO晶片刷給大家看 因為50個才刷一次 真的很不值 唯有每一個小時就進去看一看 另外他有個阿爾皮密斯的零件 就會由4萬元到1萬元 這個是便宜了 如果大家想砌一星劍 可以透過雙城購買3D1晶片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 就是HELLO晶片商店 又是新產品 他說會有一個常駐和期間限定兩頁 常駐會有覺醒回路 製作家訓練能力值卡 還有每日券等等 如果你說用HELLO晶片買 我覺得真的不值得 500顆HELLO晶片 神經病 大家知道就算了 真的很貴 這個不值得買 好 我們繼續 最重要我覺得這件事 就是可以一次過賣出功能 我們現在可以同時賣出100件 大家沒看過 我們按右下角 同時賣出100件 同時賣出100件 好 萬歲 BANDAI萬歲 我等這個功能很久了 之前20件 逐件逐件 我真是頂你個幣 現在幾方便 早就要了 是不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同感 上了鎖的那些 不賣又對 沒問題 2、3星片 這個功能真的很方便 這個功能 但是就快到一年的時候才出這些 方便換家的功能 是不是遲了一些 大家心照 好 OK Next 追加篩選功能 好 我們看看篩選功能 篩選功能就多了這個零件 特性或EX技能 MIX的零件分組 好 這就是五野二強化和紫強化 將功能和其他牌序 選擇一併使用 能夠輕易找到不需要的零件內容 還有持有和不持有 OK 即是一些雙同件 方便大家拿來合 反而我覺得這個沒什麼特別 因為如果你說雙同件 我其實最傻就是 選擇那件件的類別 可能即是系列的 那就自己慢慢合 如果它有個幅數持有的話 都可以幫助到的 知道誰知是有幅 OK 沒什麼特別 這個OK的 都是一些一組要的功能 另外禮物BOSS 剛剛都按了 禮物BOSS會有分ALL 零件和其他 即是有三個類別 都不會太大分別 我都是按全部領取的 這個功能 你看 自由小隊功能 以身上五個難 不會跟我們其他小隊 零件互斥的 自由小隊難位 能夠輕易選擇 任務出戰前的小隊 或者參加競技場的3V3 之後我們砌了剛剛的三部機 就可以按這個 放大鏡 自由小隊 一按 搞定 都是方便大家的功能 還有PVP 都可以用這個功能 但因為PVP沒有3V3 就無法示範給大家 都是一些方便大家 砌機的方案 對 看不到 另外 出的條件 只限於自己的任務 以再出的條件 設定為 只限自己的任務中 即使要求需要小隊編成 只會顯示自己 OK 另外放寬了這個 前往高達無形 對戰之道的限制 其實這個任務也很久了 上未完成的玩家無必挑戰 嘩 跳得那麼久都沒挑戰 這個很久了 對了 原來我都沒挑戰完 OK 大家記得這個了 前往高達無形的對戰之道 放寬了限制 零件詳細畫面 這個我不是很清楚意思 以追加顯示高達無形 名稱 這個我真的不明白 其實零件詳細畫面在哪裏看 有什麼零件詳細畫面 我不知道特效在這裡 特效多了可以選擇 但是詳細畫面 我不明白它在哪裏 略過券可以去到 99999 這個也是好事來的 如果有觀眾喜歡刷就慢慢刷爆它 最後了 就是一些一體型的零件 不好意思 上次說得不太好 有觀眾暴衝了 一體零件就是那些手連盾 我們做個簡單的例子 例如 這一件 分別有個是未更新前 以及已經更新的數值 大家看到 未更新前 如果插了能力卡 數值是低一點 如果 更新之後 它的能力值 插了卡是會有一個上條 在裡面 那我想布喪類妖各類的 所謂一體型的零件 都會有所調整 另外多了一個 萬能的能力值卡 無論是什麼模型 都可以當作 製作家訓練的能力卡 來裝備的 萬能能力值卡 能力值也是一樣的 以及1-5 預計透過各種活動報酬等方法獲得 即是暫時未獲得 因為剛剛按過製作訓練家 其實 我們只要用這個輪盤去轉 都未有這件事出現 沒有的 還未有的 是日後應該會推出 好 這次更新就是 更新了這麼多東西 各位 另外就是說有些異常 也知道它有異常 但是準時開回的遊戲 已經算是如此 之後就有第2大人機 透過強化靈 不及獲得覺醒 這次就是 蒼藍命運2號機 大家記得把這部機 提升到 60級 就會有東西送 之後呢 這個又是好位誇張的 紐高達的 字幕高達製作計劃 這個玩法是怎樣呢 又是玩 4個星期 A B C D 如果大家呢 是要 換這部機體了 是要透過扭蛋而獲得 每10次的扭蛋 就會獲得1個字幕 我們拉進去活動設計圖 粉行 看到 如果換其中一件 是要有10個的膠粒 A要5個 B要5個 有觀眾也提及到 就這樣 說到膠粒A 已經是要15個 就要在這個星期 抽 夠15次的10年抽 拿了這15個的膠粒A 對 之後去到膠粒B 又要抽15次 如果大家想抽完 就要是成為 10萬零 5000粒哈佬晶片 這個就是所謂的 傳說中70年抽 如果要除港幣 我用這個618來計算 即是我們要買 大概10個的618 即是6180元 如果你們有看這部影片 真的不要亂來 不要做傻事 各位兄弟 我真的衷心 跟大家說 不要做傻事 不要被人這樣找 另外新活動 就是 蒼藍命運 2號機 這次出道 我們直接看 硬幣交換所 因為今集也有點久了 所以我都把地獄賣掉 了 全球 反而 好 硬幣交換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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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如既往 靈體 此鈴 此鈴 道具 今集的道具也很多東西買 多了紐彈薰張 照舊 轉換此鈴碎片 而且略角券 可以一次過買多一點 100張 我們一口氣就看看蒼藍命運2號機 這個頭部其實跟1號機一樣 沒什麼特別的 那你說姿妹還是不適用 高達系加基地色勝 可以就skip吧 1號機更實用 好 到身體 姿妹也是扣分位 高達系加基地色勝 那麼這招 腹部線控式飛彈威力V 初次6秒 所以沒特別的 skip 到手了 那手部也是數字上比較偏低 格鬥功力16000點以上的時候 提升格鬥功力會心率 持會高達系加持會 都是不實用的 加這個格鬥會心 最後 雙腳也是跟上次號機一樣 都是雷射軍刀連擊 都是沒特別的 所以都是skip 到最後了 背部 背部又是靈體的聖言吸引 能力量也是偏低 任務時間經過15秒下 推進器的消耗量減少15% 好 那我們看看這支暴槍 暴槍呢 暴槍呢 又是不太適合用 可能適合闖關的各位用 擊倒兩機的時候 計量表 增加量 提升13% 都不是太實用 嘩 都是整件 整部好像陪襯一樣 對了 G-格鬥功威力 嘩 行了 所以整體內雪 整部 拿來升到60算吧 大家 用就不會用 但我比較有興趣呢 就看看 那部Liu自護 傳說中的Liu自護 究竟 值不值得抽呢 先看看 嘩 頭部 也是一個不錯 有3290 白的射擊功威力 嘩 非常之高 詞彙也是王牌專用機 加指揮官機 嘩 現在還有指揮官機給大家玩 嘩 真是不錯 是吸引 自己屬於王牌專用機 EA技能威力 提升30% 那一定是可以用得到的 如果你砌了射擊機 一定是可以發動得到 王牌專用機這個詞彙 所以 嗯... OK啊 其實這隻頭部 3290 我看一看 這部Liu高達 看看跟他的數字有沒有分別 對啦 如果你說插了能力卡 4600 大家的射擊功威力 這部機會更優勝 有王牌專用機 再加多個指揮官機 但是... 成本就貴了一點 OK... 到新部了 哇... 新部也是玩射擊為主 很明顯這部... 是很值得大家砌 有王牌專用機 再加高火力 2Z雷射 威力B 貫通D 初次6秒 嗯... 不錯 真的... 他真的... 有點天衣無縫 如果我們拆了能力卡 還誇張 1628 嘩... 嘩... 真的... 真的瘋了 這部機 加1600射攻 好... 之後到他的手 隔攻也有4074 都高 但是... 最高是什麼? 射攻1986 插白卡 1419已經是很高水平 嘩... 還要插卡 加成2000 還是手部來的 那... 似乎還是很... 天衣無縫 刺激官機 再加高火力 我想他是... 給大家玩三次回 這部機 裝備大劍的時候 射擊攻擊力威力 提升30% 那... 反而他說裝備大劍 這個零件特性 我想都不太有用 但我覺得他的實際用途 應該是配上 應該有把劍 是適合這部機使用 我們看看 下去先 好...到腳了 好... 這腳就... 我覺得複色了一點 反而能力值 就沒有想像之中那麼高 射擊攻擊力 632 插卡只有884 K機的時候 加射擊的回心率 30% 也不是太實用 這零件特性 但是... 還是勝在一樣 這部機有指揮官機 加高火力 那... 如果這部機想砌三次回 真的... 沒問題 如果官方出到的 應該剛剛好 好... 之後到他的背部 嘩... 背部反而是... 比腳好 能力值 1011 加射卡 1415 也是現時最高的 一隊運動力 EX技能 一招 浮遊炮 浮遊炮也是... 不看好的 但是他把威力調到B加 半通D 初次9秒 也是打破了浮遊炮 裡面最高的威力 一招 來的 那... 次回也是王牌才用基礎加高火 嘩... 這兩個次回 神經病 真的很划算 如果他... 如果他不是要抽10次 抽2次我都會搏 即是2個英文字母 不要5個 但5個真的很貴 10個 現在是總共 10件英文字母 才換到1件 好... 最後就是這把劍 就是配這把劍 他這隻手 隔攻337 我想都不是玩隔攻的了 你看到他遲回王牌專用基 再加高火力 神經病 嘩... 這招技 好霸氣啊 剛剛說貫通有A 威力也有B 初次25秒 他的形容很有趣啊 對遊戲中所有違規者 以天珠 和無本思慈悲的必殺一擊 壞譜化 內心的藍極條約 守護大家的GVN 嘩...你這個廢 現在我要守護我的銀包 我不會亂來的 對不起...我不會和你一起守護 唉... 神經病 神經病 我想武槍也是雙慈悲鞋 和牌專用基載加持費灌技 嘩... 好離譜啊 這把東西 又是雙慈悲 差一點點上到最高水平 4000就完美了 這把槍 最後... 就是威力C 貫通A- 初次15秒 沒什麼特別 反而他多一點零件特性 會比較吸引 因為這部機 大家看到有4招EX技 他應該... 做多一招零件特性 那大家不用煩 3招EX技 這條影片結束 如果大家喜歡 請按LIKE和訂閱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請按LIKE